位在大園區西海裡的聖德北路 由於地勢低洼且地下寒管老舊狹小 因此每逢強降雨經常會造成寒管排水不易 因此產生雨水回堵的情形 而這樣的情況每到雨季也嚴重影響民眾的生活 現在是像聖德北路填溪路口 我們就目前我們會淹水的狀況 很大的原因就是過入寒管過於狹小 因為那受限於那個很久遠的年代了 很久遠的年代以前的水路系統 跟現在的一個整個毫大雨的狀況 比較不一樣也沒辦法說先洩這麼大的水流 大園區西海裡為了改善移鹽水的問題 因此配合市府成立水環自主防災社區 不過近年來由於極端氣候的加劇 強降雨的發生機率大增 因此當地里長希望相關單位 能將側溝及地下寒管加大 藉此增加排水量 過入寒管我們經過會堪 現在是需要說整個把它配合我們 道路溝的一個寬度 整個來重新施作 就會比較不容易堵塞 比較不容易堵塞 那小又經過我們的 像有線電視一些管路的搭塞 經常會把垃圾 把垃圾就堵塞在這個寒管 一堵塞就造成水的溢流 就造成災情 這方面我們希望說能盡快來解決 目前聖德北路與田溪路口的側溝及地下寒管 由於設計老舊且狹窄 加上常會有垃圾掉落在排水孔 不僅造成雨水回堵嚴重 同時也成為社區的髒亂點 而當地里長除了加強清除垃圾 也希望相關單位能重新規劃排水系統 要保障民眾的居住安全 記者王中軍團報道